善知识 内外不住 去来自由 能处执心 通达无碍 能修此行 与般若经本无差别 先看到这里 善知识 各位 善知识 内外不住 内应无所住 万不娶不舍 所谓不住 就是不停留 也就是我们说的 不执着 去来自由 说去就去 说来就来 去来自由 我现在也可以 我想去就去 想来就来 我们目前还真做不到这一点 这个去来 去来自由 是说一切时 一切处 面对一切境缘 心无挂碍 就是般若新经讲的 心无挂碍 无挂碍故 无有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来来去去 习惯拖泥带水 不过就是水多一点 泥多一点 水少一点 泥少一点 就是这么点差别而已 能够来去自由 内外不住 这得大自在 说走就走 说停就停 没有理由 不在乎因缘 平常若能这样 生死关头 可以做得了主 我们现在 平常做不了主 举个简单的例子 放假了 要出去旅行 不行啊 我有很多事情啊 还是出去玩 那要来文法 来学佛呢 那更不行了 我还有很多事情的 家人也不理解呢 这也是客观的 不管我们要 做什么决定 还不说 马上就决定 给我们个时间 我们都要犹豫好久 所以来去自由 这岂是随便说的 要想生死得自在 现前生活中的自在 能处执心 执就是执着 何以能够做到 内外不住 去来自由呢 他执着的心 没有了 通达无碍 通达自信 了无挂碍 能修此行 与般若经 本无差别 这个修行标准 高了一点 修无障碍行 心无障碍 这就是般若 所说的 金刚般若 波罗蜜经 这个说的以般若经 就是前面讲的 金刚般若经 因无所住 而生其心 生心 而无所住 生什么心 生无所住心 什么叫无所住心呢 不执着的心 菩萨 与法 因无所住 行与不失 这是金刚经上 举的一个例子 有人说 我不执着了 不执着了 就是什么都不想 这落到无想 这个误区当中 有相当一部分修行人 就进入这个误区 不执着 不是什么都不想 那是什么都想吗 也不是什么都想 非想 非非想 这个也不是 作为 不要落到任何固定的概念 和所谓的境界中 所以这个说法 它是两边同时 都不执着 又同时出现 因无所住 而生其心 生心而无所住 经上用了具体的例子 譬如以不失为例 菩萨不执着不失 但是不舍弃不失 从这个地方 我们去理解 菩萨对众生大慈大悲 他确实慈悲 但是他不执着这个慈悲 这两者是同时存在的 这样理解 不至于偏向一个极端 这是金刚经 所讲的宗旨 能大师在这里 用简单的话 来做了解释 内外不住 去来自由 能处执心 通达无碍 能这样修行 这就是在持诵 金刚般若经 这才是持诵 金刚经的真实意 就是依照经中的方法 去过生活 这就是依照经中的方法 感谢观看